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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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 我来吸引阿呆的注意 你偷偷去确认阿呆的背后 有没有拉链 凶子 虽然理论上 全场的分配应该要一人一分才对 但是沙达老公的全宵金 怎么分就又有问题了 就是在讨问这点该怎么圆满解决了 阿呆 我来帮我来帮你看个手相吧 我来帮你看个手相吧 这个是大叔想要摸你公关的手的时候的方法 老套 你的生命线好粗哦 偷偷摸摸的 你太过偷偷摸摸的 手上这条罐穿手掌的就是中央线了 什么啦 原来阿呆是机器人派的 我还以为跟我一样是超人派的 我可是中兴的机器人派的 我可是绝对的超人派的 我是超人派的 我是机器人派的 两个人合在一起 就是机器超人两兄弟 机器超人两兄弟一号 四川应有超人你的动格超人内裤啊 机器超人两兄弟二号 是穿硬有机器人里的钢达姆内裤 然后三号 我们解释 这装的硬有魔法宋女隔壁的东胆布 我才没有穿那种东西了 我觉得好累哦 再见 我还有事要先走了 再见 什么嘛 感觉我们好像白痴哦 对啊 就算阿呆是外星人又怎么样 我们大家还是他的朋友啊 就是啊 我也最喜欢阿呆了 首先要可惜可恨可惜可恨 这么说来 刚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刚刚的是 是阿呆 有一块形状奇怪的石头 这块石头看起来好薄 说不定可以看到对面的东西哦 阿呆 我自然啊 这里这里 去吧 小心了 痛死了 花了一跤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 我们也回去吧 比赛哦 这个世界 哪有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什么事都一定有道理 不可 不可思议 Sister s 嗯 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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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难逗姐妹呀 你到底在做什么 居然把我的内裤戴在头上 这不是幼稚园的帽子 我要出门了 今天走算也顺利赶上了 爸爸 路上尊寿师者富山才有哦 是路上小心才对 小心 你下一次不可以再玩爸爸的月票了 那是梦牙做的 梦牙 把月片放在盘子的上面然后拍照 她说是艺术哦 老公快出门了 再不快点就赶不上了 拜了 梦牙这丫头 怎么让人这么操心啊 真受不了一对相似的姐妹 梦牙 你也给我起床来帮忙扫婷月 梦牙的妹妹梦牙 虽然打算成为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但是被说没有才能 而感到挫折 辞掉助手的工作之后又被赶出公寓 现在寄居在野员家里 梦牙 梦牙起床了 真是受不了梦牙那丫头懒惰的个性 没错 早上就应该精神多少才对 还敢说了 我都说了多少次了 你今天还是没有赶上幼稚园的小吃了 叫你快点去上厕所 结果你还在那边都摸摸西摸摸的 也没你说得那么好了 我不是在称赞你 平常这个上坡就很难爬了 为什么感觉今天比平常的时候还难爬呀 谁想在后面保那个 没生气呢 回城就轻松了 去城跟回城都是下坡就好了 对吧 我回来了 梦牙现在应该还在睡吧 如果这个时候梦牙起床的话 帮我看一下小葵 我就不用像刚刚那样 骑脚踏车骑得那么累了 还不快点起床 你想睡到几点哪 好紧 你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我好饿 好吃 你到底想要赖在我家几天哪 这家外面也太懒了吧 好吃 老姐果然是做菜的天才 而且年轻又有活力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 是吗 没错 别想用拍马屁扯开话题 被发现了 真是的 真的好好吃哦 既然吃饱了 你就来帮我除月子里面的草吧 我会帮忙啦 可是刚吃完饭就运动对胃不好哦 以前的人都说啊 刚吃完就躺下会变牛 可是其实刚吃完就躺着才是对身体最好的 刚吃饱马上去做会对身体不好 对胃不好的话 对肌肤也会不好哦 皮肤会粗糙 看起来很苍老 那么我们休息三十分钟再做事好了 耶 放后休息 放后休息 放后休息是一定要的 只能休息三十分钟哦 小心 你今天又错过校车了 都是因为你太悠闲了 这早上很不嫌的还有妮妮哦 什么嘛 我只是因为有点滴血腰而已了 早上这好像入手的卫生一样哦 今天早上也是妈妈骑脚踏车送你的 小心 你的个性真的很懒散哎 懒 小心 他怎么了 看起来好像有点沉重啊 都是因为风尖说他和暖散的关系啦 诶 我的错 那是很严重的说法吗 小心 刚刚很抱歉 啊 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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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懒的睡觉的雪鱼就是暖散 我根本就不应该担心你 他就跟平常一样穿着手工做的玩偶装啊 至少我们听到这家风尖舞关 至于 不是啦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什么日本小姐啦 我只休息了三十分钟 已经休息了三个小时了 孟雅 快起来 已经过中午了 快起来 啊 不好啊 当然要一边看车子的房间 一边吃午餐咯 你根本是念直在吃饭嘛 好了 来打扫庭院吧 诶 真的吗 你刚刚不是说要帮忙吗 那是因为早上太阳又不大 这个时间外面很热 再加上现在又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 我有担心紫外线 我准备了防晒乳 不够不够 就算涂了防晒乳 这个时间的紫外线也是很恐怖的 长时间在外面工作的话 对皮肤可是一大伤害哦 尤其是在年纪在三十岁前后的女性 要特别注意 所以说我要特别注意了 老姐现在看起来还好 可是还是要提早预防 等到晒黑的话就来不及了 暗沉 雀斑 皮肤粗糙 皱纹 松弛 凹陷 下唇 疤痕 我不要 我该怎么办 快点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才好 吃完饭的午后呢 睡午觉 这就是保持年轻的秘诀 明天正吃马上 我回来苹果 妈妈 小心点 小心点 真是的 我才不是什么国际学妹小姐呢 但是一对懒惰姐妹 不要认出了梦妍娥 梦妍娥 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啊 再一下 真是的 你这丫头 整天就只知道睡觉 你到底要睡多久 你才会甘愿啊 因为我年轻 所以才可以一直睡个不停啊 这么说起来 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睡呢 就算不在年轻的现在 也很常偷懒睡午觉呢 你吵死了 不管怎么样 快点给我起床 我等一下要出门 参加幼稚园的家长会 你要帮我顾一下这两个孩子 知道了吗 回答我 知道了 要记得换衣服哦 好 路上扫兴 我回来了 老姐真的好恐怖啊 你们还真辛苦啊 已经习惯了 再说啊 这阵子都是梦妍被妈妈骂 所以我们没什么事 是吗 原来我稍微也有帮到人嘛 太好了 趁老姐不在了这段时间 再来睡一下吧 还要睡哦 因为我很困啊 因为你一直穿着睡衣才会想睡啊 没关系啦 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要出门 只是睡觉的话 穿睡衣就好了 可是我们吉永老师有说过 一整天都穿着睡衣在睡觉的人 长大以后会变成没有用的人呢 小夕 我不是这么想的 我认为 就算是一整天都穿着睡衣 也要当成是在穿名牌货 你懂吗 这个人在说什么 梦妍 起来陪我们玩了 那你要玩什么 来玩动感超人游戏 你又让我扮演动感超人吗 不行不行 动感超人是我来当 梦妍你是敌人的怪人 那我不要 那我们去散步 去散步 要散步的话 你带小白去就好了 小夕 我来过就行了 小夕 不行这样 不可以在墙壁涂鸦了 不行的 这个时候你应该要严厉地骂他才对啊 这个是画 就小婴儿来说画得真好 你坐在他干嘛了 要严厉骂他 小夕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画花的话 也应该把蝴蝶一起画上去 梦妍 你好狡猾 这样的话我也要画我也要画 好 这样的话山也要画上去 这样的话我来画海 刘兴兴的幽浮 坏人臂臂全都录 真是惨 画得太忘我了 我会被老杰骂得很惨的 金鸣姐 你们也躲不掉 可是忘了这么多心情好好啊 很开心呢 算了 反正不该画也画了 被老杰发现的话 应该会被禁吃一个月的零食吧 会吗 我不会猜错的 而且会用三杯力道的转转神功说 你们三个一个月的木桌吃零食 怎么办怎么办啊 没办法怎么办 人类是无法逃脱出命运的掌控的 只能这么做了 要怎么做 干脆把现有的零食可不可以挂了 吃挂的吃挂的 剩下的也全部带着 嗯 收到 小亏你的兜兜会坏掉 所以只能吃一个布丁哦 啊 嗯 嗯 啊 哎 得到得失了 这些是去年夏天没有放完的烟火啊 哦 居然还有老鼠泡 要放吗 要放一分 这个声音太大了 在外面放的话会被通报吧 奇怪 是掉了吗 好了 我们尽情地放吧 尽情放吧 一开始就三个一起放吧 一开始就三个一起放吧 好浓的烟哦 突然是失掉了 对 火灾 是个人家 这下不好了 一球一球 喂 喂 喂 嘿嘿 那我发烟火也还不错 呃 就是啊 呃 呃 呃 火灾 呃 呃 看起来有点不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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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又不是夏天 而且还是在白天 真的好抱歉 真的很抱歉 不会再有点日子了 请问这件事对妈妈保命吗 请问这件事对妈妈保命吗 对不起 可是这种事 真的很抱歉 好像没办法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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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溪 你们两个 趁我不再搞什么鬼啊 找到了 吃饭了 你还在沮丧吗 就像被妈妈 张张地搅了一遍一样 不是张张的 是强烈的 虽然我从以前 就已经习惯被老姐骂了 好久没有尝试 老姐的转转神功 还真有效啊 小溪 你好像没事 我已经习惯了 是吗 还好了 小溪 你以后绝对不要变成 像我一样糟糕的大人哦 我会注意的 你应该要说 孟芽你才不糟糕呢 之类的话吧 虽然孟芽你是糟糕的大人 可是我跟小葵 都还蛮喜欢你 我稍微有点精神了 那就好啦 孟芽 孟芽 你们两个在干嘛 也不开灯 好啦 快去吃饭吧 吃饭吃饭呢 老姐 今天真的很 道歉的话一次就够了 我不喜欢你一直很沮丧的样子 好啦 快点快点 那一个是有原因的 因为你救出来了 所以我安 孟芽 小心 凤姐跟小白一起去散步哦 今天的英文测验应该会考得不错 这不行了 这不行了小白 要好好拿着 哦 小白 再去下一间嘛 下一间 好了好了 不用担心 今天晚上我请客哦 什么 你这样敢不听我这个部长的话 好了好了好了 我接上漂亮的小姐给你热诗哦 哦喂哦喂 风筝要来吗 我不要 小心这么轻松真好哎 我有时候也会想要不去上补习班 跟小白轻松地散步呢 好 给你吧 那就交给你了 等一下 交给我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该怎么办才好啊 虽然要绕点远路 还是先把小白带回去小新家吧 哦 啊 你还想散一下步啊 可是 我知道了啦 只能一下下哦 小白要陪小新玩真是辛苦哎 不过 说起来我也一样辛苦 我们进去吧 不要跑这么快啦 嗯 真是半家家酒的特训啊 这男孩真可怜 好了 在被发现之前 风筝 这里这里 我们一起来玩半家家酒啊 啊 这事太刚好了 就让风筝来演这个角色吧 哎呦 抱歉 可是我现在正在跟小白散步中 啊 啊 为什么风筝会跟小白一起散步呢 小心人呢 啊 啊 他把小白丢给我 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跑哪去了 我怎么可能知道 小新那个家伙在想什么啊 好了 来玩半家家酒嘛 以上酒就好了 我可以帮小白排小散 哎哎 不用了 啊 对了 我差点忘了 我寒假借你的幻想东饿龙巴 你应该玩完了吧 对不对 风筝 还没 啊 你玩完了对吧 对吧 对吧 对啊 因为阿呆他非常想要玩那个 可以今天还给我吗 可以啊 既然这样 妮妮抱歉咯 我现在要去风筝家一趟 等等 嗯 真男 你的眼睛还真是差耶 都是托风筝的福 我才可以成功的骗过妮妮 为了答谢你 我陪你跟小白散步吧 不用了啦 我等一下 要绕到堤房边再回去 是吗 哦 那明天见 拜拜 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小白 好 阿呆 你又在收起石头啦 哦 今天感觉不错哦 虽然我不是很懂 看起来很棒 哦 是很不错的石头 小心哦 哎 啊 小心他把小白丢给我 不知道跑哪去了 他跑去哪里 我怎么会知道小星在想什么啊 嗯 不过算了 偶尔陪小白出来散步一下也不错 嗯 你等一下想要干嘛 应该是找不到小星了 我应该会去他家 哦 那我继续找石头 加油 要小心一点哦 哦 玩够了吗 我们回去吧 好了 小白 你长得真的好像棉花糖哦 可以一下下吗 只要一下下 只要一下下 只要一下就好了 哦 好软哦 我早就想这么做一次了 软软的 软软的 有了 这个这个 是可爱皮的新产品耶 大姐姐大姐姐 我呢我呢 光滑光滑 小白 该不会在那里的是小白吧 小白 我好想你啊 这个声音不是可爱皮 是这个吗 嗯 一声 一声 嗯 那我们回去呗 啊 请给我一个包子 小白 让你久等了 奇怪 小白呢 这个是小星刚刚带在头上的东西 就是怎么回事啊 踩中了 今天小白又留了很多还对吧 好了 上完布以后就是小星的时间了 嗯 你突然不见害我好担心哦 我果然还是不知道小星她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都很辛苦呢 哎 对了 虽然有点凉掉了 给你 我请你吃呢 好 我们下次再一起去散步吧 好软 好软哦 哦 美娅对梦娅说借我 我要进去了 真是的 怎么还在睡啊 梦芽 我早了 你也该起床了吧 不可以因为没有工作 又整天懒懒散散的 快给我起来 很痛啊 你在干嘛 今天天气这么好 应该把被子拿出去睡了 顺便打扫一下 你凌乱的房间吧 魔鬼 演员太太 你好 你妹妹现在还住你家吗 没办法 因为她目前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你还真辛苦 对了 要不要我带一些相亲的照片过来 优格 我要吃掉了 等一下 那个 什么 那些书你稍微看一下吧 好吧 等一下 这是人家特地买过来的耶 真是的 她到底在想什么 老公 你也去跟孟雅讲一下嘛 叫她出去找个工作来做啊 什么 叫我去讲 我最不擅长这个了 你去讲不就好了吗 是你妹妹 就是因为她不会听我讲 我才拜托你的 你去跟她说的话 应该多少会听进去一点吧 都已经是大人了 应该会自己想办法了 不用担心 而且还有声部 比美雅还大 虽然我很不想讲 但是我们家的支出增加了 没差吧 一点点啊 老公 你知道吗 自从孟雅来我们家以后 我们家的啤酒花费 已经是平常了两倍了 什么 我不是在开玩笑哦 再这样下去 我也只好消解你的啤酒量了 是吗 好吧 就交给我来说服她 用我在业务上学到的说话方式 都给我看你的付语书 交给我吧 没有我办不到的事情 不是这样的 我是指说话的技巧了 说话的技巧是什么 举例来说 红卷纸了 黄卷纸了 蓝卷纸了 这叫什么说话的技巧啊 简单来说 就是让对方对你说的话有兴趣 而且还必须要认同你 这就要靠你说话的方式了 哦哦 就是要说得她团团转吗 你那个是骗人吧 这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想骗她 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手段吧 加油哦 哦 红手段 蓝手段 以及黄手段 统统都来了 我可以进去吗 可以 梦牙 要不要一起喝一杯啊 拿去 下酒菜 你还真有心耶 你在干什么啦 三秒法则 一 二 三 安全 不要在意哦 真是的 很有气势耶 你为什么要放在那种地方啊 我只放进去三秒而已 没关系的 已经超过三分钟了吧 够热了 这拿你没办法耶 谢谢 受不了啊 这是浓厚的够力气 是浓厚的够劲吧 那个 最近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样 小孩顽皮老婆 只是对我冷嘲热讽 脚又很臭 没件事是顺心的了 我没再问你 而且 那应该是我的事吧 最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 一个礼拜 马上就过去了耶 可是 那个 世界杯就要开始了 那样的话 又会看电视 看到睡眠不足了 姐夫 其实你是被老姐所托 来对我说教的吧 不 也不是说教了 应该说 是来说服你才对 那你就应该直接老当地把话说出来啊 不要在那边扯一些有的没的 是 对啊对啊 你不是要用富语术说得它团团转吗 才不是呢 你怎么可以被它手落呢 而且姐夫 你对老姐太严听计从了 你知道鱼字边 再加上一个弱字 怎么念吗 你说的是布拉姨吧 对不对 对 就是这样啊 姐夫 你们两个不要都用手指着别人 布拉姨 你不觉得她很可怜吗 听起来就很弱的样子 也对啊 就算是布拉姨 团结在一起也是会变强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这样才对 鱼字边加上集团强 才是布拉姨 这个人是在说什么呀 孟芽这丫头又在乱说话了 对了 这么说来 我从以前就一直想要问姐夫了 为什么你会跟我老姐那种人结婚啊 那总的到底哪里好了 是为什么呢 你应该立刻回答 人们性格又好才对呀 姐夫 你的梦想 你的梦想是什么 梦想 这个梦 小时候的梦想啊 是想成为职业棒球选手啊 或者是飞机驾驶员 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的 真的很像男生的梦想 什么嘛 我还以为你会想要成为职业的脚踪运动员呢 哪来那种运动员呢 我是BB运动员 可是呢 那些梦想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随着年龄渐渐增长 对这个社会的现实面也一个接一个地了解了 这些都是实际出了社会之后才知道的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呢 从目前的世界情势来看 我们的社会实在无法让孩子们怀抱梦想呀 你是几岁呀 没有了梦想 也会无心工作 对呀 干不下去了啦 真相完蛋了 却缺想的反而被缺想了 可是呢 跟家人时而欢乐 时而吵架 永远都充满了朝气的一起生活着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有人在你身边陪着你 像这样的生活 也应该算是我的梦想吧 我现在呢 为了这个梦想 正全力以赴的工作 感觉蛮愉快的 好酷啊 你把我生药都喝掉了 你还早十五年来 想喝酒 二十岁以后再说 跟公司请假 为什么 我还请了特休呢 因为我要思考一下 我的人生 我也跟幼稚人请了特休 我也要思考一下 我的人生 加油 做电车出门呢 再过不久 一号月台就有电车进展了 好帅哦 一定会让我看看 什么特别的绝招的 这个人一定会让我看到的 再过不久 上行电车就要来了 为了各位乘客的安全着想 请推到白线的内侧 Thank you baby 很帅吧 妈妈妈妈 这个人是随便的人呢 真是害羞啊 小心 那边有空位哦 妈妈 为什么那些阿婆 平常都慢吞吞的 只有这个时候才特别快呢 真是的 零木鲜水在哪里呢 真倒露 干嘛 不是小孩的嘻嘻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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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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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反正我就是提东西的命 才没有那种事呢 每一间百货公司的设计都不一样啊 对吧 小葵 什么 不好意思 小葵 快放手啊 快过来 放开 音源杀手 小葵 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真是的 小葵 安静 真是的 到底是谁 妈妈 有空位呢 请坐 不要带小葵出来就好了 原来如此 你怎么都不会夹到你的眼睛咧 这样就可以让人家注视你的眼睛了 还要坐 还要坐 完全变成一个鬼了 你妈妈在哪里啊 坐在那边啊 那你回妈妈那里比较好啊 不用客气姐姐 你试试看 啪啪的画画看啊 我不要 我要上场 等等 又不是在公车上 不是的 小葵睡着了 小葵睡着了 小心呢 就跟你说是那样嘛 还不信 等着看吧 真讨厌 就这样坐在地板上 他家是怎么教的啊 真想看看他父母长什么样子 就是啊 好令人困扰啊 小葵 妈妈你起床了 我又没有在睡觉 你在干嘛啊 别人上的 什么 你怎么可以随便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呢 妈妈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而且你这样随便坐在地上 裤子会脏掉的 这么说也对了 你坐在离车厢门这么近的地方 会挡到上下车的人 再说了 在这个地方吃东西 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啊 怎么了 抱歉 对不起 不好意思哦 下次小心一点 我们先告辞了 什么嘛 他们还不算太会嘛 只要让他们知道就好了 你白痴啊 掰啊 喂 喂 阿尤美啊 真假的 这个原因你不能去啦 为什么啊 为什么 因为放屁放个不停呢 不会吧 真不敢相信 你不是跟我说没问题 绝对可以来的吗 怎么搞的 肉酱好好吃哦 豆瓣酱好辣 再说 如果你不来的话 灵异的人数会不够的 再说了 就算人数够了 你也是失败组的那一边呢 你从刚才就一直碎碎念的很吵 你也是啊 你也是啊 小心 下一站就要下车了 哦 哦 哦 起来了 好乖好乖 等一下就到了哦 妈妈 小葵好吵 哦 呃 怎么了 小葵 你是不是口渴啦 不行哦 妈妈 是不是打扰到别人了 哎 我也知道了 不好意思啊 这没办法 小葵喜欢的帅哥又不在 对了小葵 不过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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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了 我觉得小葵我喜欢这样啊 考虑一下场合 场合 哎呀 买了好多 果然都是买妈妈的东西 有什么关系啊 我都请你吃好吃的了 可是我谁要去玩这卖场啊 下次吧 下次 每次都有这招敷衍我 真讨厌 这个时间就醉成这样 那种人的家人真可怜啊 我亲爱的家人们 今天 从下午就有一个客户的宴会 所以我喝了多累点了 哎 奇怪 装作不认识 装作不认识 没有看看我呀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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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您 请祇祇红蝕队呃 本职角龙子 鸡眼阿盈 青春斗马力 还有洞山铁西 四个人合称齐玉红仙队 为什么你这家伙也在啊 我可不记得有让你加入我们了 我也不记得我有加入你们呢 你不要来乱啦 去去去去 去去 紫苏 苏 苏苏 香肠 肠 蒙古烤肉 我说错了 他赢输了 正式的 你们不要自己开始玩街人好不好 是你先开始的好不好 冷静一点 不管这小鬼说了什么话 都不要理他 一点也不红的搞笑团体 那就是抱歉啊 你说什么啊 你给我看好了 我们就都会红给你看的 队长你冷静点啦 我们根本就不是搞笑团体好不好 说得对 那么现在就开始我们请与红蟹队的集会 首先呢先练习不良三大用语 是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混蛋 你开什么玩笑 开什么玩笑 你会哭的 你会哭的 洗澡了吗 洗澡了吗 洗澡前去摔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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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混蛋 是受从不了三大用语变成加藤茶三大用语了 不是还有一个没说吗 真令人好奇哦 是下礼拜见的 是吗 谢谢你 才不是谢谢你呢 可恶 那个马铃薯头 好了 让我们从拾心情 继续我们的集会吧 抱歉 等我一下哦 喂 你好 嗯 我知道了 我等一下再打给你哦 你们两个 红蟹队的规定 第四条难道都忘了吗 上厕所要进的冲水 可是不能敢流行 红蟹队是禁止带手机的 可是队长 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手机 根本就没办法生活啊 就是啊 队长啊 你也差不多该去办一支了吧 如果是手机的使用方法 我们会教你 开开开什么玩笑啊 那种东西 还需要你们来教我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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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死人了 连手机也不会用的人 居然是队长 对啊 这些人可是导笑团体哦 就跟你说不是啊 你又是谁啊 我是四十间的阿金 四 四十间 明明还是高中生 对啊 我的手只能抬到这边而已 一发作就不能抬了 哎呀 年纪轻轻的还真可怜 那么 四十间的阿金 你知道我们有什么事啊 哈哈哈哈 我是来夺取的 我要来夺取你们的队伍 你是什么 你干什么玩笑啊 你想得没 混蛋 嗯 你是打算跟我赌上队长的位置 来跟我一决胜负吗 当然 我就是为了那个而来的 哼 有趣极了 这场胜负 我就接上了 队长 但是 这场胜负的方式 由我方来决定 可以吧 哼 随你高兴 他们都按的 啊 呃 这短钢不会 打算用那个恐怖的方法 决胜负吗 嗯 怎么的 我完全看不下去了 笑笑 笑 你到底想怎么样决胜负 奇遇红蝎队队长 宝座争夺战 别疯抹布 别跑三百公尺大劲走 就算你赛跑赢了 可是没有疯完抹布 也算是输 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场胜负还真恐怖 用脸到我根本就看不下去 好 回答我 要比吗 还是不比 我比 我比给你看 这真的要比啊 听好了 好 终点在这里 要着这些房屋跑上一圈 先回到这里来的人就赢了 那开始咯 预备 去 说了之后再跑啊 不要用那么老的梗啊 我们再来一次吧 预备 去 回哥去吧 这脚没问题吧 放心 放心 可恶 小鬼 这个小孩就交给你了 这个我可以去吗 嗯 差不多也应该要跑回来了吧 嗯 来了 哦 不分上下 太好了 是我赢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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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真的假的啊 你们看 抹布我也确实缝好了 的确如此 依照约定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红蟹队的队长了 没错吧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再见了 等一下龙子 我们两个如果没有龙子的话 可是是我输了 从今以后 你们也要在新队长的率领之下 让红蟹队强大起来哦 拜 龙子 快出赏 就是因为这样 从今天开始 红蟹队要重申为一个 超受欢迎的队伍了 那手机也可以戴了吗 那是当然的 那种怂到爆的裙子 就不要穿了 袜子也给我换成泡泡袜 或者是高筒袜 哦 是的 新队长还蛮令人期待的 嗯 我们会变成超随气的不良集团 事不宜迟 现在星期日 红蟹队的成立纪念会上 就由你们两个 来表演一下模仿吧 啥 怎么了 还不快点表演 就算你这么说 我们根本就不会什么模仿啊 真是的 拿你们没办法 我来示范一次给你们看 要看清楚哦 首先是情绪高昂的公鸡 接下来的是情绪低落的公鸡 这样子跟之前的队长有什么两样 然后是情绪高昂的鸡 cough 和这个样子距离搞笑团体之路 又要接近一步了 成立新奇遇红蟹队了 现在开始 我要发表三条 我新制定的新红蟹队的规定了 是 第一条 泡泡袜要确实地穿好 第一条 泡泡袜要确实地穿好 这个困难哦 第二条 就算很会跳跳箱也不准嚣张 它该不会是不会跳吧 第三条 在电车的车厢内避免使用手机 这只是单纯的车内广播嘛 看他放大的头子屁股是什么感觉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你这个笨蛋选手权的优势强烈后补 这这怎么了 原来你的兴趣是偷窥哦 对啊 想这样偷偷地看年轻男孩子换衣服 你让我说了什么啊 你在说什么 对了 小鬼 你去帮我侦查一下他们的情况 要逮捕他们吗 那个是警察啦 我刚刚说的是侦查 你就是说秘密的调查就像间谍一样 你知道吗 说到间谍的话 孕妇都很喜欢算的东西耶 没错 就像夏天的橘子一样 我就去侦查那个孕妇吧 不对是他们 帮你侦查那你要给我什么 这个嘛 就让你当红蝎队的二军好了 明明就不是队长 那总是不要随便下决定了 吵死了 可恶啊 拿去 巧克力给你 去到间谍 就是因为这样 我们先去击溃隔壁艇的劲敌队伍 抽烟园系的农子军团 那些家伙最近好像常常在我们的地盘上为所欲为 这个时候不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他们会更嚣张的 就算是这样我们也打不过啊 只有我们三个人是打不过的啦 你们怕什么怕呀 我都把挑战书送出去了 现在也不可能退缩 怎么又是你啊 我被已经开除的队长 拜托来这边偷偷当天爹 这样可以了吧 龙子 那个白痴 这位不是原队长短指甲的龙子吗 你这个已经被开除的队长来这里有什么事啊 你在说谁啊 我只是刚从这里路过的女高中生而已 谁要依靠人的女高中生 随便你怎么说 不要来打扰我们就好了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红蝎队的人了 就算你不说我也会回去 等等我了 龙子 真难看 我到底在做什么 这次要去间谍谁呢 间谍游戏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你刚过来了 去那边玩 看来你的心情很不好哦 你不是在说废话吗 好哎 萌美 萌美 看这边一下 萌美 我的主人 这样的姿势可以吗 好萌哦 那这个家伙 是秋叶元席模子军团的 你们一起搁 不要随便在别人的地盘上 开摄影大会 好萌哦 哎呀呀 你该不会是云红蟹队的队长吧 呃 我记得你是 秋叶元席模子军团的队长 我是御宅萌美 好萌哦 好萌哦 要不要穿上这个 跟我们一起啊 我勒 谁要穿啊 我跟你们可是敌人呢 不不不 你已经是过去式的人了 我们的敌人 是送了这个过来的 新红蝎队 这 这个是 没错 就像你看到的 当然我们会接受决斗的 不过赢的一定会是我们 对吗 对啊 嗯 虽然很可惜 不过明天红蟹队就要解散了 不好意思哦 你想要怎么做 就随便你去做 你这个人快点走开好不好 不要影响我们拍摄 对啊 对啊 好萌啊 我 你什么时候逛进去他们那边了 时间差不多就要到了 他们几个没问题吧 哎呀 他们现在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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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啊 决斗到底怎么了 其实 我昨天晚上吃完饭 又吃了冰淇淋 两个钓鱼烧 三个铜锣烧 现在肚子超痛的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跟人决斗 再这样下去阿姨跟玛丽他们会有危险 我拜托你 就帮帮他们吧 啊 队长到底在干嘛 该不会因为太害怕所以逃走了吧 怎么会啊 好了 时间到了 虽然对手只有两个人没什么意思 不过也没办法了 因为是你们先发起的挑战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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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嗯 嗯 嗯 吐吉 干掉大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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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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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老子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不相干的人请先片场好不好 很抱歉 我办不到 这两个家伙可是我最重要的伙伴呢 嗯 什么嘛 你想家就来吗 啊 我要让你们全部一起下地狱去 你觉悟吧 你很好帅哦 可是在萌美的手下 你们可以撑多久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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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子 啊 糟糕 是警察 去 没办法了 全员撤退 走 啊 啊 龙子 我们也快跑吧 不用 看样子 我们不用担心了 啊 你们大家聚在一起在做什么 什么嘛 原来是你啊 脱你的福 我们得救了 小鬼 谢谢你哦 谢谢 啊 但是我不舒服 哈哈哈哈 没事了 我先走了 等 等一下啦 龙子 我们的队长果然只能是龙子 我们红蟹队需要的是龙子你啊 没有龙子是不行的 最多你 回来吧 队长 队长 你们两个 哈哈哈 搞什么 哈哈哈 去 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吗 等着瞧好了 总有一天我会躲着红蟹队子 这 这 我要错了 会老出来的 嗯 以后你最好还是穿不会让肚子潮凉的内裤比较好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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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溪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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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溪 哦 要洗的衣服的脱下方式 我早就跟你说好了不是吗 像你这样的脱法 洗衣服的时候会很麻烦的 哦 哦 要把内衣跟T恤确实地分开来 哦 对了 趁这个时候 今天就顺便教你洗衣服的方法好了 那个 今天我看还是算了吧 不要那么说嘛 好好地记住对你的未来会有很大的帮助哦 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还不就是想要我帮忙 有口袋的裤子或者是上衣 一定要确认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因为爸爸有的时候会在口袋里放零钱吗 没错 这就是妈妈偶尔的零用钱来源 才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如果卫生纸放在口袋里面去洗的话 等一下会很麻烦的 你也尝尝把饼干或者是牛奶糖就这样放在口袋里面 好啦 你先确认一下你自己的口袋吧 这是他带给我的奇怪石头 要洗的衣服不可以全部一起洗 要分开哦 小鲜 你怎么了 爸爸的臭袜子 我怎么了 抱歉 小鲜 我忘记爸爸的臭袜子了 爸爸的臭袜子 在最后要洗之前掉线杖隔离起来 因为这跟我的性命有关 接着呢 把要洗的衣服按照种类分开来吧 也就是 像有花纹的或者是白色的 都要分开来洗才行 白色的衣服 有花纹的衣服 对对 这是梦芽的衣服 这是爸爸的便宜货 妈妈偷偷买的高级货 这是妈妈便宜买来骗爸爸的高级货 顺便说一下 爸爸都现在还相信妈妈说的高级货 是真的 可以不用分得那么细了 首先 先选择洗肠 现在的情况 很容易喜欢的洋装 就选柔洗模式 小心的衣服 还有爸爸的臭袜子很脏 就选择强烈去污模式 那有团在美女的膝盖上 让她帮我耳朵的模式吗 没有没有 好了 选好模式以后就按下这颗按钮 你看 这跑出来了吧 洗衣机会告诉你需要用多少的洗衣粉 这是对懒散的妈妈来说最适合的机器 吵死了 差不多这样吧 这可以倒进去吧 为什么要倒温泉粉进去啊 讨厌 因为因为 这些衣服每天被我们穿着 他们的肩膀一定也很酸吧 怎么会说出这么可爱的话 我可以从头到尾的否定它 对啊 衣服一定会说 可以倒一点温泉粉一起洗的话 真的是太舒服了 不 不管再怎么说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只是衣服啊 像这样洗衣机在洗衣服的时候 妈妈总是趴在这里看电视 我偶尔也会打扫好不好啊 偶尔嘞 接下来呢 妈妈要教你晒衣服的方法 晒衣服的方法会了 如果让你来晒的话呢 你就只会这样直接晒上去吧 要晒之前呢 要先这样 你看 皱折都不见了吧 我也要做我也要做 好 甩 皱折不见了 如果妈妈的脸可以甩一下就好了 如果不可以就好了 好 下一件 真是好听的声音耶 好想把它漏成CD拿去店里卖 那种东西谁要买啊 好 来晒袜子咯 小心 妈妈救命啊 我要被药物抓走了呢 快点上来 晒衣夹会被你弄断的 这么简单的梗都不懂 妈妈你真的老了耶 你在说什么 不要啊 我要被外星人抓走了 救命啊 不要用那种眼神看我 衣服 平安无事都晒完了 现在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还没 再把收进来的衣服折好之后 才算是洗好衣服 来 快折快折吧 饮料等一下再喝了 妈妈妈妈 讨厌 不要看我的乳头嘛 你给我认真一点 还有关于衣服的折法呢 先抓这里跟这里 然后这样转过来 放好 这样再这样 就完成了 去去看吧 把领口的部分朝着自己 然后抓住肩膀跟胸口的部位 你 你再做一次 真是拿你没办法 你看好了 你看 懂了吗 不懂 我等一下再慢慢地教你吧 先教你简单一点的好了 内裤的轻松简单折法 从两边折三折过来 再直地折过去 最后塞进收紧带里面 你看 变得好像球啊 我要折我要折 从两边折三折过来 值得也折三折 然后把突出来的部分 塞进去松紧带里面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换折袜子了 衣服终于洗完了 小心 觉得很漂亮嘛 还好了 这是我的实力 你还真敢讲了 你敢丢我 喂呀丢 喂呀丢 你丢不到我呢 来咯 上面有洗好的衣服 我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这下子又要洗一遍了 太好了 你做得太好了 小溪 无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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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